一名富人他在7号晚上骑车 经过男子的路桥下 突然一块大石头飞过来 砸中机车之后又反弹到他的胸口 接着这名富人他就摔车 胸口淤青全身擦伤 警方到场之后发现这个大石头 长约70公分 很有可能是从路桥破损掉下的水泥块 虽然送一之后没有大碍 但富人气得想申请国陪 因为如果他再往前一点 砸中的可是他的头部 就胡车一道 看到一部机车歪倒在马路上 左边一名富人坐在地上 指着胸口激动的匕首画脚 全身多处擦伤 就会人员赶紧替他检查包扎 到底是怎么摔的 竟然是从天而降 这么大一块石头 长约70公分的巨型水泥块 简直吓死人 把机车砸得 车头几乎全毁 惊险一瞬间 真的被砸到掉下去的话 跌倒的话 后面的车子在上篮的时候 其实那个是二度的伤害 会更恐怖 不影响结构 他锈掉就撑开 就把那回头虎撑开 撑开之后 外面回头就容易掉下 事发在7号晚间7点多 高雄的南紫路桥下 当时富人骑车经过 突然桥上一块巨石往下掉 先砸中机车仪标板 又弹到富人胸口 导致他摔车擦伤 而石头也裂成两半 回到意外现场 警方放置三角锥 拉起封锁线 就是担心又有水泥块掉落 而受伤富人也打算提出国陪 长70公分 宽14公分的巨石往下砸 要是再往前一点 巨石砸到头恐怕一命呜呼 听这个富人这个公诉 他有意思是要向这个市政府 申请这个国陪 而因为现场 高雄男子陆桥 在民国80年陆续开通 路线错综复杂 机车道上状况百出 不是有汽车误闯 就是有单程逆向 像迷宫一样 初来乍到的骑士 八成会迷路 连Google地图上 都被标示为男子百慕达 复杂路线 已经被民众抱怨连连 这回连路桥都毁损 掉落巨石 危险指数 直线盘升 接来为左SN小组 高雄报道 接下来